用三个词形容私奉的话 分别会是什么词呢 温柔坚定而有力 遇到什么事情会结巴呢 紧张时 私奉情话一螺框都是跟谁学的 刘大哥呀 还挺好用的 私奉遇到玄机紧张时就会结巴说话 所以结巴还习惯吗 刚刚开始说还是会有点小别扭的 但是私奉还是蛮聪明的嘛 你学久 无色教的打戏看着都行云流水 是不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还行 就是提前去剧组训练 很正常的一些训练 包括吊威雅 包括他们的动作设计 就提前去训练了一下 觉得体力方面吃得消吗 那段时间饭量有变大吗 那没问题 饭量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一般就是早上和中午会吃得多一点 晚上会尽量少吃一点 而且拍仙侠剧嘛 要瘦一点才能掀起飘飘嘛 因为古装戏会装发酒 衣服不方便 台词难 动作戏多 那对你来说什么事比较头疼 沾头套吧 因为可能夏天的时候沾头套 就是很热 沾着沾着 发一些可能就会后遗了 其实拍每一部戏 迎聚着背后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汗水 都是大家一起创造一部作品的 包括我们前期的剧本《维读》 包括编剧老师 导演老师 监制大家一起几十个人 对每一场戏的一些想法设定 就是进入四封的状态的时候 你是这个角色 是这个人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用去演他了 我就是和我在演 就是不一样了 因为导演跟我讲了 对四封的人物的心理建设 那么肯定就是自己心里更有底了 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我就认定我就是四封 所以就是我就是 而不是我在演 四封和玄机的相处 有哪几度被填到 有填就是他们出香时的时候 我都觉得挺甜的 虐的部分就不让我剧透了 那大家一定要看琉璃 四封会选择醉酒式表白 你觉得这种方式可取吗 对于四封来说是可取的 因为他是比较害羞腆腆 刚出社会嘛 就离走宫嘛 没有见过女孩子嘛 所以对他来说 他可以就是喝喝酒 能再能说出自己的性化 就壮胆嘛 对于权益来说 这一套管用吗 会这样采取吗 那不会 因为我自己肯定就是 更相信缘分 缘分当了 就对了